最后一个讲的是组成 组成的物质 刚刚跟你讲过的地壳地寒的组成是岩石 地壳是金属这里 地壳跟地寒组成是岩石 地壳组成是金属 那么岩石呢 岩石是由矿物组成的后面会交 岩石是由矿物组成后面会交 第一位的矿物叫长石 第二位叫石英 这个是我们不久之后就要交到 而且你必须要背的事情 请你现在就背起来 第一次断法的范围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十倍 结果背就对了 第一位的矿物叫长石 第二位的矿物叫做石英 那么哪一种种类最多呢 我们要什么碳酸盐 硫酸盐呢 谁叫我最多 答案叫做细酸盐最多 细酸盐最多 这些背下来 不久之后会交到 不久之后就会交到 你就要背 所以请你现在就背下来 请你现在就把它背下来 OK 好 整个固体地球我分作地壳 地寒跟地壳 哪一个部分我最了解呢 当然是什么 地壳嘛 为什么呢 挖得到啊 你不到处挖嘛 我可以到处采集岩石标本 然后就知道什么岩占多少比例 每个岩石有什么成分 占多少比例有多少 每个元素什么都会清楚 所以我对地壳最清楚 那经过我的分析研究之后 我发现在地壳元素的前四位是 氧细驴体 氧细驴体 你只要 我写了八个 但是你只要背前四个就好 氧细驴体 氧最多 细最多 所以细驴氧化物构成地壳 氧最多 细最多 所以细酸盐类最多 细酸盐类最多 OK 氧细驴体 剩下一些问题是理化问题 考卷问你 下列性素何者正确 组成地壳最多的非金属元素是细 对吗 错 谁 氧 氧才对 这个算是理化问题 氧也叫做非金属 氧细驴体 它所组成的物质 这就是我们这一段的重点 这段的重点就是地球的层状洞造 重点一 为什么会分层 冷却的时候重的层下去 轻的补起来 重点二 你怎么知道有分层 地震波的探射结果 重点三 分哪些层 地壳 地寒 地壳 重点四 各层的说明及比较 这就是我们所要理解的问题 OK吗 OK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